本期视频要讲述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事 中国央行从2024年8月份正式开启无毛印钞模式 到底印了多少钱 现在数据已经出来了 5071亿 这个数据的来源 是央行官网每个月都要发布的资产负债表 我截图在这里 并且给各位10秒时间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张表 注意 这张表上我强调了两组数据 第一组是对政府债权的数据 也就是央行手中持有的国债数据 8月底的数据为20311亿 对比此前的15240亿 增加了整整5071亿 增幅达到了惊人的33.3% 中国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暴增 不需要有任何疑问 这就是典型的无毛印钞 关于央行和国债之间关系 本频道做过很多次的讲述 在央行续作国债 不 这就是无毛印钞的视频里已经说的非常详细了 在这里我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刻 百费代新 到处都要花钱 尤其是各种低效的重复建设 花掉了财政九成的钱 当时的中国政府手里没钱 于是启动无毛印钞模式 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并因此引发了贯穿整个80和90年代的恶性通胀潮 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1995年 朱镕基主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 严厉禁止央行买入国债 然后启动分税制改革 停止重复建设 5000万国企工人下岗 最后到2001年加入世贸 才算是解决了当时中国财政崩溃的问题 如果不是这一系列的大招 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早就四分五裂了 比现在的叙利亚还惨 从1995年之后 中国央行不得买入国债 就成为了央行的铁律 这种刚性约束一直持续到2007年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背景下 央行被迫购入了13500亿的国债 持有国债的规模 增加到16318亿 此后 已直到2024年7月份 中国央行再也没有主动购入国债 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 开始缓慢下降 原因是 其中有一些到期了 财政部还钱给了央行 2024年7月 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 小幅下降到了15241亿 我在此再次强调一次 央行不得买入国债 这是中国在80和90年代总结出来的写的教训 而在1980年代的美国 里根总统也推动美联储买入国债 印出美元 在表面上看 两边的操作完全一致 然而两边的结局完全不同 中国这边算是无毛印钞 搞出了连续爆发的通胀潮和5000万国企工人的下岗潮 差一点就亡国灭种 而里根总统的以债为毛印美元 缓解了滞胀的压力 推动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并带来了信息技术革命 关于这两者的差异 我在《两角阳时代生存指南》的第三步众生围棋里 做了详细的解释 在这里我还是不厌其烦的解释一次 美国政府要发债 债务上限必须通过国会审议 每一笔钱的用途也必须向国会进行详细说明 并且严禁挪用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债信用 间接通过了大多数国民的背书 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 由美联储认购之后 财政部与美联储相互独立 相互制约 并且各自都要向国会进行最终汇报 如果违背了国会的债务上限规定 或者将相关资金挪用到了其他领域 不仅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要坐牢 恨不得连美国总统都要坐牢 任何一笔国债到期 财政部必须向美联储执行还债操作 这套严格的制约体系 保证了美国国债的信用 也足以成为美元的锚点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通过这套以债为锚的机制 美国成功地催生了信息技术革命 并带来了持续的产业创新潮 所有的新生货币 因此都被产业创新的浪潮消化 这就给了美国以足够的信用 足以支撑超发的货币 而在中国这边 中国政府发债不受任何制约 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中国的财政部可以随意欺录央行 央行行长连抬起头说 不得胆量都没有 国债到期 中国政府说不还就不还 谁敢让政府还钱 谁就可以当即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不仅是物理意义的消失 甚至连生存的所有痕迹 都可以被彻底抹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的国债根本没有任何信用可言 并且此时的中国 连工业时代的大门都没有开启 只不过一个纯粹落后的农业国 此时中国印钞的核心目的 也就是重复建设低效无能的地方国企 这就意味着货币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只能引发酷略的通胀 朱镕基非常清晰地理解这些差异 因此朱镕基非常干脆 严厉禁止中国央行再买入国债 此后中国央行也谨守禁令 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 是2007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期间 买入了1.35万亿的国债 资金用途是支持4万亿的投资计划 对这一次的操作 全国的老百姓也都表示理解 毕竟当时的金融海啸实在是吓人 央行再不出来拯救经济 中国的老百姓全都要吓尿了 然而到了2024年年中 面对日益萧条的中国经济 加速逃走的外资 彻底暴裂的地产泡沫 和持续暴雷的地方债务 中国政府已经无计可施 从所谓的政策工具箱里 拿出来的只有喇叭和口罩 从来都没有一件真正的工具 而无毛印钞 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唯一的选择 于是7月1日 央行终于打破传统 悍然宣布自己从此要介入国债市场 当时央行使用的借口非常搞笑 他宣称各大公募基金 保险公司和银行报买国债 把国债价格炒得太高了 所以他有必要下场 亲自去买国债以打压国债价格 央行的这一番借口 当时确实忽悠到了不少人 很多天真的国人 真的相信中国央行诚心一片 并不是要开无毛印钞模式 当然了 打压国债价格这件事 对于宏观经济来说 到底有什么意义 央行从来都没有进行说明 公募基金 保险公司和银行 背后都有着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 事实上全都是中国央行惹不起的存在 而他们之所以去报团买国债 实在是因为在经济萧条之下 手里庞大的资金不知道能干嘛 只能买国债避险 现在政治地位极低的中国央行 为了找一个开启无毛印钞模式的借口 莫名其妙地占到权贵的对立面 这就是自取其辱 国债价格在7月份礼貌性地跌了几天 又恢复了暴涨模式 各大机构该买还是买根本不理睬央行 再到8月29日 央行再次发布公告 宣布自己主动买入了4000亿国债 当时国内外又响起了一大片为央行辩护的声音 说此非常天真 央行这次的操作是到期续作 也就是央行手里持有的国债理念 有4000亿到期了 于是央行买入新的国债 替换旧的那一批 由此形成无缝链接 央行手里的国债总量并没有增加 还是1.52万亿 结果这套强行帮央行辩护的说法 在第二天就被央行亲自打脸 8月30日 央行发布公告 宣布自己在8月份净买入的国债 规模为1000亿 注意净买入这个词 这就代表着央行已经彻底抛弃不买国债的刚性禁令 正是启动无毛印钞模式了 当然了 到这个时候 依然还有一大批人为央行辩护 他们的说辞一口同声 央行这次只印了1000亿 规模很小 在经济萧条的时刻 央行还这么收敛 实在是非常有原则了 所有人都应该给央行点赞 而不应该骂他 哈哈 打脸来的还是非常快 到9月15日 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 央行发布了8月份的月度统计数据 也就是我在本视频开头放出来的这张统计表 央行在8月份的国债持有规模 增加了整整5071亿 也就是说 国内外那些为央行辩护的蠢货 到此时点已经被央行亲自抽成了猪头 连舌头都被央行亲自拔了出来 掳成了穿穿 然后再被央行亲自吃了下去 单月5000亿的国债买入规模 也就是无毛印钞规模 这个数据无论怎么说都不算小了 注意 这是央行的净资产 也是原始货币 这笔钱投放到市场上 还有货币成熟效应 一般都是7倍 也就是说 央行无毛印出5000亿 到市场上就能变成3.5万亿 这还是单月印出的钱 这种事只要再持续两三个月 货币的洪水就可以把中国彻底淹没 在本视频的第二部分 我必须解释一下 中国央行被迫启动 无毛印钞模式的原因 还是来看今年的央行资产表 注意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组数据 非常明显 这组数据已经完全丧失了增长性 年初的数据为18.31万亿 到8月底已经下降到16.04万亿 绝对值减少了2.27万亿 降幅达到12.4% 这种年内降幅已经非常高了 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含义 就是央行印钱出来 然后借给各商业银行所形成的债权 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专业名词叫做中期借贷便利和常备借贷便利 英文简称为MLF和SLF 也就是俗称的麻辣粉和酸辣粉 这两个专业名词看起来十分拗口和装逼 各位不需要认真记忆 只需要了解这一点就行了 央行印钱出来借给各商业银行 各商业银行再拿来贷款给企业和个人 就是中国自2015年以来最主要的印钱方式 2015年到2023年 中国央行的总资产增加了13.91万亿 央行资产主要就是两类 第一类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也就是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增加了15.89万亿 第二类外汇占款 也就是兑款外汇所形成的人民币减少了2.81万亿 各位看到这组数据 你们必须建立这样的基本观念 从2015年之后 中国政府的货币发行方式 其实也是以债为毛 只不过这个债务并不是国债 而是商业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发行的民间债务 老百姓的债务信用度 事实上就是人民币的毛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债务是必须要偿还的 民间债务的整体违约率不算高 因此人民币的信用度也还算过得去 然而 今年以来 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事实上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老百姓现在已经不借钱了 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上 截至今年8月底 全社会的总融资规模增量为21.90万亿 同比去年同期的25.22万亿 今年瑞奖的3.32万亿 降幅达到了13.1% 更麻烦的是 社会融资增量数据里 有一列是政府债券数据 也就是政府借钱的数据 截至今年8月底 政府债券的融资增量 合计为5.64万亿 去年同期为4.97万亿 增幅13.5% 也就是说 今年以来 全社会的融资规模出现了显著萎缩 而政府债券的融资规模 则出现了显著增长 现在 我们在社会融资增量数据里 扣除政府债券的增量规模 剩下的 大概就是民间融资的规模 今年1至8月份 社会融资增量21.90万亿 扣除政府债券增量5.64万亿 剩下的民间融资增量规模 约为16.26万亿 使用相同的计算方式 去年1至8月份的 社会融资增量25.22万亿 扣除政府债券总量4.97万亿 剩下的民间融资增量规模 约为20.25万亿 看明白了吧 今年1至8月份的 民间融资增量16.26万亿 而去年同期为20.25万亿 同比降幅高达19.7% 近两成的跌幅 这已经可以算是坠牙式的下跌了 老百姓不借钱 意味着央行原本以民间借贷为毛的印钱模式 已经无法维持 麻辣粉和酸辣粉都生产不出来了 在这种悲剧性的时刻 央行还能怎么办呢 它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还能借钱的 只剩下政府 那么以毫无信用的国债为毛 凭空印钱就成为了央行唯一的出路 80年代 中国的国债相对于美国国债 可以说毫无信用 因此当时央行直接购买国债 就诱发了连续的通货膨胀 几乎就要亡国 今是今日 这种情况有什么本质上的好转吗 中国政府现在的国债发行机制 依然是完完全全的黑箱操作 没有任何透明性 国债资金的使用也不受任何监管 央行依然没有任何的独立性 中国财政部说不还钱就不还钱 没有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可以向财政部追责 只要你胆敢追责 你立刻就会在物理上消失 更关键的是 国债资金的使用 依然是毫无价值的重复性基建 这些情况于1980年代 可以说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差异 因此 今是今日的中国国债 依然毫无信用度可言 也因此 今是今日 央行再次绑定和买入国债 单月买入5000亿 这也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中国将要再来一次90年代的痛苦 持续发作的恶性通胀 叠加大量破产的企业 形成无要可救的滞涨局面 并将中国经济带入最深的地域 这就是已经横在十四亿中国人面前的 惨烈的未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